大家好,我是小记者张荣林 你知道什么是鱼菜公生吗? 就是鱼和菜在一起 哎呀,不是煮在一起啦 是鱼和菜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 想知道他们是怎么一起生活的吗? 跟我走你就会知道咯 隐身于台北市内的成田健康农场 让大家在都市里就可以体验到种菜的乐趣 而且在农场里是鱼来当农夫,帮忙种菜哦 那农场的叔叔阿姨到底是怎么让鱼来帮忙种菜呢? 那我们一起看看侯梅阿姨怎么说 其实很简单来讲,我们就是请鱼来帮我们种菜 但是怎样的请鱼帮我们种菜很有趣 我们竟然是要遍遍里面的阿摩尼亚 阿摩尼亚它如果跟我们空气里面的消化菌结合的时候 它们所产生碰撞在一起交集出来的东西 就是我们群生的淡肥也就是硝酸盐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最需要的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 那透过一个系统它不断的充满 让它来帮我们种菜 那这个对环境有什么好处呢? 对环境有什么好处? 你想想看,我们在一个封闭系统里面 所以它可以不用排水,不用换水 更棒的是它不用浇水 那在整个系统中自然悬崩的时候 又可以节省水资源 然后你又可以用非常的省电 然后又可以利用这样的系统种植我们自己营养的健康的蔬菜 还有无毒的鱼 所以它是不是很棒啊? 哇,鱼菜共生不但可以提供我们健康无毒的蔬菜 还可以体验到养鱼的乐趣 重点是对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不会造成任何的伤害哦 利用鱼菜共生的方式 我们可以自己在城市中种植蔬菜 体验浓趣乐 但是要怎么种出健康又好吃的蔬菜呢? 那我们请王老师分享一些小PayPal吧 那鱼菜共生怎么让菜长得更好呢? 菜长得好不好都取决于鱼养得好不好 鱼养得好的话 它鱼很健康的在里面生活 你的菜也可以长得很健康 经由王老师的讲解 让我们掌握到鱼菜共生的小PayPal 而春天农仓里有许多体验课程 跟着小记者一起去瞧瞧吧 喂,在这边集合一下 我们要开始做DIY了 我们要装水 水要装多高温 八分满的水就好了 水装好以后我们要捞一条鱼 在这个我们叫做水草栏里面 要种一块蔬菜 那蔬菜种好以后才要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们直接拿的蔬菜把它放进去 放到正中间,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吗? 小妹,你知道等下要做什么吗? 待会要种菜 这些体验课程除了可以推广无毒健康的种菜方式 还可以增进亲子互动 一起体验种菜的乐趣 鱼菜供生是什么? 它呢,会一直循环 然后就顺便种菜,还有顺便养鱼 这样它就可以一直循环,就不会淹水 然后它的养分是鱼的大便 这样就可以让菜提供一些养分 因为它很喜欢养鱼,也喜欢种菜 然后想看看用水种菜有什么不一样 鱼菜供生这个系统真是太棒了 因为既可以吃到有机的蔬菜 又可以体验养鱼的乐趣 真是一举两得呢 谢谢大家